哈囉哈囉各位小三缺們 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我是莫莉莎 今天我們要回來玩植物大戰殭屍 終於啦 我們要繼續拍續集啦 終於啦我搬家搬完啦 差不多了啦真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一點點東西還沒有處理好還沒有安裝好 剩下大部分都差不多了 我已經可以開始錄影開始實況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先幫影片點個讚 如果我們達到666個讚 對666個讚的話 我會盡快的出下一集啦 你們的每一個按讚對我都是很大的鼓勵 那我們開始吧 冒險模式 上次是玩到哪 對後院然後他們游泳進攻 這是什麼冰淇淋車的 冰淇淋車啊 全靠這種東西撐嗎這樣嗎 帶一個 冰凍射手 好 我們要節省到底客家精神 來來來 開始呢 就先種向日葵 如果有任何的殭屍跑過來 全靠土豆地雷跟水草 這樣一定行 快快孵出來 快快孵出來 可以啦 可以啦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的戰略目前執行的非常成功 沒問題我們的戰略目前執行的非常成功 快快 OK兩排向日葵中完了 兩排向日葵中完以後 我們就已經達到了差不多陽光自由的程度 陽光自由非常重要 接著就是 三排射手的力量 那個三排射手的時代 這個三重射手 只要存錢存起來 就有機會 前面這邊塞滿三重射手 基本上 就已經贏了 然後我成功種滿了一排寒冰射手 這邊有一點點危險 但是就一點點而已 感覺還好啦 來不及再說 一大群殭屍即將來死 這個就是第一波大的 來了來了 可以啊我們的防禦力很兇的啊 冰淇淋車的不知道怎麼辦 能不能用什麼東西把它擋下來 可以 好猛喔 這個瓜好猛喔 可是這邊冰起來的是不是就不能種植物了 等一下我試一下 真的不能欸 冰起來被冰起來的路不能種植物 吃我的彈幕啦 拜託超勇的好不好 好猛喔 不行我的這個直接扁掉 欸這是什麼新的地刺欸 可以刺破輪胎 好像蠻重要的喔 然後地刺是不是 就是 地刺一隻一隻一百齁 中在最前面就可以了 地刺不能中在水裡 合理 好合理 覺得一隻地刺殺不死一隻殭屍欸 他應該走的蠻快的 對 對 殺不死 對 殺不死 寒冰射手家第一次好強的欸 第一次碰到輪胎會直接死掉 啊一命換一命 OK 合理啦還算合理 賺定 好安妙啊 哈哈哈 突然好忙啊 相識好多 好忙啊 還有一大波還有一大波 這個數量這個數量真的是多到有點兇 誒過了 這個是什麼火焰樹做什麼用的 穿過火炬樹莊的碗豆會變成火彈 喔傷害會增加就對了 誒那我大概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走火彈流火彈流跟冰應該只能選一個我猜 應該沒有兩全奇美的 除非說誒那個上面我堅持上面這一排都要打冰下面這一排打火 這樣子應該沒有吧 全部這種樣的應該比較簡單吧 這次就全部靠一百塊的 全部靠一百塊一百塊加油啊一百塊 你很重要的一百塊 上啊一百塊 射啊一百塊你可以的一百塊 再來一個陽光 再來一個陽光 我的325被吃掉了 我的325被吃掉了 我的3百塊沒了 火球感覺傷害比較高真的高很多 真的高很多 真的高很多 還剩這一行還沒有火球 再來一點錢再來一點錢 可以 幹掉了 贏了這什麼 特別大隻的堅果 高堅果 無法跳過 無法跳過很強喔 無法跳過很強 第一次加高堅果 然後 我帶雙重射手跟寒冰射手 不要 雙重射手普通射手 我想一下喔 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有高堅果在 防禦力就會高很多很多很多 真的會高很多 神 好就這樣了 我們這次走防禦力 防禦力是最重要的 好 前期的水裡的殭屍就用這個解決 陸地上的殭屍用這個解決 OK OK 這邊還缺一隻雙重射手 這隻防禦流 防禦流 防禦流啊各位 把防禦力提升到極限 靠高堅果加地刺就能贏 水裡面的就比較麻煩 水裡面的就比較麻煩 水裡面的比較麻煩 可以可以可以 絕對防禦 好強啊 我只要偶爾看到鐵桶僵屍還是什麼 就用水草把它拉下去就好 好強喔 換掉一隻 換成兩百塊 我們慢慢升級了 開始有錢了 一百塊換成兩百塊 一百塊換成兩百塊 可以 一百塊換兩百塊可以 撿很快欸 一千多塊了 差不多這波結束就結束了 打爆他 信欸 信欸 你好我們聽說你在開一個好玩的水邊集會我們想這個會很有趣的喔 我們馬上就到真誠的殭屍們 小遊戲嗎 好像不太像 好像不太像 欸是是是是是小遊戲 這吃什麼 三波欸 然後 火焰能撞在這沒用啊 三重射手 來不及就用瓜打吧 感覺給的很豐盛欸 基本上三重射手主要就種在這兩牌 這兩牌上他就每一牌都滾到 可以嗎 可以嗎 嗯 有點太多 我連夜種在不好的地方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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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排的火 哈哈哈哈 可以嗎 可以嗎 OK OK 車子直接碾爆 三重射手沒地方中了 真的沒地方中了怎麼辦呢 還是得中 玩小遊戲就是專門來賺錢是不是 好多錢啊 然後我一堆這個樹不知道要做什麼 當牆壁用嗎 欸臨遠的欸這什麼 啊我知道晚上的 晚上的 對晚上的水池 你知道他們曾叫我迷霧男 因為我曾停留在霧中突然跳出來 嚇呆一下群人 這都是以前的事 晚上的殭屍比較兇啊 而且欸這霧 嗯這個雲這個霧啊 一大片霧 什麼都看不到 連夜還不用中喔 連夜是拿來中高堅果 這個冷卻蠻久的 等一下放個大噴咕 讓他看看誰比較勇 來來來大噴咕要來了 你有多猛 什麼聲音啊 不是有什麼奇怪的兵總要來了 有有有他在跳舞 說真的看不到 我好像看不到最後一盤 真的看不到 我連有沒有中第一次都看不見 過了路燈 25塊 穩定的開局 我不知道這個路燈要種在這邊才會亮起來 還是種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我猜應該要種在這附近 把他夾在中間 試一下 有了 好像不太方便耶 這樣不太方便 已經贏了已經贏了 我已經感覺到了勝利 唉唷 出現了 大隻老 大隻老 這隻可以撐很久喔 這隻 這籃球殭屍是可以撐超久的 這隻 這籃球殭屍是可以撐超久的 做什麼的 125塊 發射能夠刺破氣球 基本上還有給什麼單位 就是代表說這個東西非常危險 你一定要帶 嗯我懂了 第一次用不到了 第一次用不到了 我不太確定這個仙人掌可以從多遠的地方發射劍刺 他那個範圍會不會很長 或者是很短呢 他是可以像 嗯等一下我們放一隻來看看 等一下我們放一隻來看看 我不太確定 他是像碗豆一樣可以從最後面射到最前面呢 還是說他只有前面的一個範圍跟這些香菇一樣 可以從多遠的地方 喔從最後面是不是 OK OK啊 OK啊 突然被攻破了 哎呀 沒事沒事 撐住了 這個是什麼 三葉草 吹走所有氣球殭屍還迷霧 這個是不是更強 這很明顯比其他的東西更強 可是能吹多久呢 不知道 但是我就不需要這個 有電話沒用 路燈花沒用 那想這是不是像末日菇一樣或者是 像辣椒那樣吹掉一排 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我只要一隻喔 一百塊除 一百塊除一陣子吧 我在猜應該是除一陣子 沒關係一陣子也好 可以撐著就行 啊迷霧慢慢回來了 一大波殭屍即將來襲 可惡都不能中 欸好有了有了 哈哈哈哈 我耳吹一下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ok 中好中滿 這個是 墨西哥taco 是念taco嗎 塔可 塔可餅 玉米卷 對啦 這個玉米卷到底能做什麼呢 你找到的魔法玉米卷 他是我的 我給你一千金幣 很好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買你那個玉米卷 因為我很瘋狂 看看我的小店 你會注意到我進了一些新貨 你會注意到我進了一些新貨 他會變多嘴小蘑菇 都在蓮蓬上會變成 貓尾草 貓尾草一萬塊 可是好可愛喔 我存錢嗎 機槍殭屍 欸機槍射手 機槍射手 提高池塘的防禦等值 這個買好了 我知道水裡面沒有出草雞 所以先買這個 增下的沒有錢 好這什麼 灌灌 我和我的哥們 弗萊科斯卡斯 特 口 這是什麼東西 反正那個字沒辦法顯示 哈維 以前在無聊的時候就打花瓶 既然哈維不在正上 正好你來了 和我一起吧哈維二號 按照你的意願去打破他吧 摧毀所有的殭屍跟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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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真的 繞弄到上我贏對不對 看得漂亮 這個是很確定是 哇這個 鐵桶殭屍可以可以可以這樣守得住 好欸全部守住了 最後一批打敗他們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你們兩個護牙齁 哇嗚 哈哈 哇嗚 應該打得過 可以可以全部都被迷幻了 全部都被魅惑了我都不會被魅惑了 哈哈哈哈 這什麼 長這樣的 機型射手 雙向射手同時前後發射 為什麼要同時前後發射 從圖裡面挖出來的 欸真的有 沒關係125而已 買啦 機型射手 對那就代表說這個必須要種在比較中間的位置 大概這一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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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殭屍來的好快 這次殭屍來的那種 噴死欸 噴死欸 打怪掉出鑽石了 我都不知道我打什麼掉出鑽石的 奇怪怎麼掉出鑽石的 太神奇了 小噴菇 無腦中就好可以 已經兩排香菇了 存錢這邊鋪滿 雙向射手 小噴菇無腦中 最強單位 小噴菇 從上次 上次實況的時候就在講他是最強單位 他真的是最強單位 等確超短 人員 強大 超強 什麼都靠他 根本看不見 隨便中 呵呵呵呵呵 中間通通種猩猩好 然後這裡大噴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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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噴菇 難怪打得特別快 無腦方 不知道哪裡可以中 隨便中啦 有中就好 呵呵呵呵 很像 一生氣 一生氣 好 documentation 真的 在大噴菇 又是 大噴菇 很好 猩猩撐住可以的 說實話什麼都看不見 一片霧茫茫隨便打 猩猩物 猩猩猩該 猩猩猩 猩猩公 揍藏 猩猩 南瓜耶 保護著裡面的植物 好吧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先玩到這邊 那別忘了幫影片點個贊 我們要點到666個贊 只要盡快達到660個贊 我們會盡快出下一集 我們今天實況這邊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魔衛薩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